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829集 小子 还不滚过来受死 看着盘坐在那里的秦晨 四方少主冷冷说道 眼神冰冷 宛若神龙在服侍蝼蚁 一股恐怖的杀机一瞬间席卷了出去 轰隆的一声 当着一股恐怖气息席卷开来的瞬间 四周的虚空都在不断地震颤着 发出了剧烈的轰鸣之声 好恐怖的气息 这就是超脱境界嘛 太可怕了 为何我有一种感觉 如果四方少主对我动手 我恐怕是连一招都挡不下来啊 直接就会陨灭呢 四周无数强者内心震撼 在这一刻竟然产生了无尽的恐惧 无可匹敌 这是众人心中此刻冒出来的唯一念头 实在是因为此刻的四方少主气息太过恐怖了 宛若神灵将士主宰一切 没有任何人能够经受得住他这一击 如果这里不是暗幽之地而是外界的话 众人可以肯定四周的虚空 早已经在四方少主的气息之下直接崩碎了 当然 面对四方少主恐怖的气息 秦臣却是已久纹丝不动 淡然若素 小子 找死吧 此方少主大人在和你说话呢 你竟然无动于衷 那身穿铠甲的魁梧大汉勃然大怒 再也按耐不住 对着秦臣就是猛然的抓涉而来 轰隆的一声 一只巨大的手掌浮现天地之间 这手掌一出现 一股恐怖的气息立刻抱绝而来 只见那手指之上流恐怖的气息涌动着 丝丝缕缕绽绽放出了刺目的红光 每一道红光都蕴含着恐怖的道泽气息 可断山海 可填日月 轰隆的一声 那手掌威娥 宛若是化作了天穷一般 遮蔽天地 对着秦臣狠狠地碾压了下来 无可匹敌 这样的一击 令得所有人都为之色变 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好恐怖的气息 这是元宇宙的无上咒掌 上下四方为雨 无往今来为咒 传闻元宙的咒掌 蕴含着一丝时间的奥妙 可影响到时间流速 看成逆天呢 你们感受到了没有 元宙的这一场落下 天地时间好像变慢了 你也感受到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啊 人群之中各种惊呼声传来 当元宙的这一场落下的时候 很多人都好似感觉到了天地时间都变得缓慢了 眼前的场景像是凝固了一般 这种感觉太过恐怖了 须知 在场众人最弱的也是巅峰超脱案 能影响到他们的时间感知 这是何等可怕的手段 而最为可怕的是 在元宙施展出手掌之上 还隐隐地萦绕着一丝淡淡的轮回气息 虽然这丝轮回气息很是微弱 但是给在场的众人却是一股莫大的压迫 轮回气息 这可是只有超脱强者才能拥有的力量 这一次 鸾峰等人根本就没有阻拦着铠甲魁梧大汉 只是冷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切 在他们看来 如今的秦晨根本用不着四方少主大人动手 就足以被元宙给击败了 小子 乖乖受死 那元宙啊 一声咆哮 巨大手掌瞬间包裹住了秦晨 是谁在那叫嚣 破坏本少修炼 不想活了吗 而就在那巨大手掌笼罩住秦晨的一瞬间 秦晨终于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轰的一声 一瞬间 仿佛有两道神红 从秦晨的双瞳之中 爆射了出来 下一刻 秦晨在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站了起来 轰隆的一声 就在秦晨站起来的一瞬间 四周虚空之中 陡然传来了一道道的军烈之声 轻可之间天地间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这一刹那间破裂了一半 原本压制住众人的可怕时间之力 竟然是一瞬间烟消云散 然后众人就看到 秦晨面对头顶上的巨大手掌 随手打出了这么一圈 就听到轰的一声 秦晨随手一拳轰出 只见天地崩碎 四周的虚空一下子被震得粉碎 不好 快退 一道惊惧的嘶吼之声响起 原本围观的周围众人 疯狂地后退 一些羞为弱的强者 更是被这恐怖无匹的力量 震得是当场突袭 我的妈呀 这也太恐怖了吧 很多强者变色 急忙后退 这样的力量 根本不是他们能参与的 就看到秦晨随手异常之下 那原咒施展出的恐怖手掌 竟然发出了刺耳的暴鸣之声 手掌之上 一瞬间出现了无数的裂纹 这 这怎么可能 原咒瞪大了眼睛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而后方鸾峰等人的眼神中 也流露出了惊讶之色 原咒在他们这些人的眼中 绝对不是最弱的一个 而且呢 之前四方少主突破的时候 原咒还吸收了一丝的轮回命节之力 令得他们的实力 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蜕变 虽然不敢肯定说 原咒一定能跨入超脱境界 但是光凭这一丝轮回命节之力 原咒就已经能和普通的超脱 交手那么一番了 可现在呢 原咒的一掌之下 那小子竟然安然无恙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哼 就这点实力 也来打扰本少闭关休息 真是不知死活 一道淡然的声音在天地间响起 是秦晨在开口 他眼神淡漠 挥出的拳头之中 一股恐怖的权威 轰然爆发 轰的一声 权威扫荡 在这轰鸣之中 四周一切都被扫荡的灰飞烟灭 那原咒挥出的手掌上的裂纹 急剧扩大 旋即 顷刻间 崩碎开来 连天地 都被如此恐怖的权威 所吞噬的一干二净 砰的一声 原咒只觉得一股恐怖的力量 传递而来 整个人已然倒飞出去 在这可怕的冲击之下 当场突袭 太恐怖了 在这样的力量之下 就算是半步超突巅峰的强者 都无法承受 都不由地害人 急速地后退 走得了吗 就在原咒倒飞的过程中 突然 一道冰冷的声音出现在他的身侧 他神情惊恐之下 就看到了一道身影 不知何时 来到了他的身边 对着他的胸膛 狠狠地踩了下 正是秦晨 一脚之下 秦晨重重地踩在了 圆咒的胸膛之上 圆咒那魁梧的身体 一下子重重地 踏在了虚空之上 把虚空都踩出了 一道又一道的裂缝 咔咔的碎裂声响起 鲜血剑射 在秦晨的脚下 圆咒的身体被一下子踩碎 铠甲破裂 胸口直接出现了一个大洞 圆咒凄厉地残叫一声 鲜血狂喷 在他的残叫声中 充满着不堪 要知道 他不久前 刚掌握到了一丝 轮回敏捷之力 一身实力已经出神入化了 鲜血狂喷 鲜血狂喷 鲜血狂喷